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7年获得2亿美元的地轮融资 将优质北美外交引进中国千家万户 她说要让每个孩子自由地行走在这个星球 她就是米文娟 大家好 我是VIPK的米文娟 VIPK的是帮助小朋友们在全世界寻找最优秀的英语老师 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家里用iPad或者电脑把世界当成一个课堂 他们可以去跟最有趣的老师学习最有趣的内容 去学好外语了解这个世界 好 那么今天我想跟我的朋友是非常尊敬的前辈 腾讯大学的马云屋老师和大家来做一个深度的交流 现在就有请我的采访者马老师 马老师好 森林你好 你好 请坐 好 首先感谢大家来到腾讯大学的CEO来了节目的现场 我们一起请Cindy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创业故事 了解一下不一样的Cindy和不一样的VIPKid 其实很多人可能都关心Cindy你的创业的过程和经历了 我印象在之前你跟舅舅一起去做了一个英语的培训的公司 那在2009年呢 其实你也要去长江商学院去读了一个MBA 其实我也想听听当时为什么去选择去商学院去读书 这个读书的经历啊 这个学习的经历 给你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啊 那我们跟大家讲讲 当然了 就是我自己读书的经历非常的不一样 当我在10年去读商学院的时候 那其实是在那个点上 我已经做了12年的少儿女女教育了 这个教课啊 然后去招生啊 然后去做什么招人啊 甚至培训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事情 每个岗面都做过 但是10年都过去了 这个产品好像也没有大的这个变革 然后看看身边在这个领域里边 对孩子们很重要的是外教嘛 这个用学外语 所以那时候就会想到是说 作为一个老师 或者作为一个这个教育行业的从业者 我能做什么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 好像对用户价值没有什么新的这个增加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 就读科商学院吧 应该会有很不一样的这个这个积累 然后这种积累有可能会让 自己能做出不一样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然后呢 这时候是不是孩子们花同样的钱 学得更好了 孩子们花同样的时间学得更好了 孩子们这个同样学外语 他可能这个整个的一个体验 就会非常非常不一样 兴趣会更高了 然后对尤其是家长 我觉得挺辛苦的 很多时候到周末就送孩子去上课 蹲在那个培训班的门口 经常没有椅子 然后玩手机 然后等着下了一节课去另外一节课 中午什么停车吃饭都很难 那所以我想说那读了上学院 是不是有可能能够去给一个机会 找到一个新的答案 所以去读了上学院 那时候就去把这个自学考试专科 本科 GMAT成绩都考到去申请 然后拿到这个长江上学院的MBA的这个 同志书的时候很开心 就是觉得说有可能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对对对 其实从整个这个过程能听得出来 是一个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了 而且从今天VIPK的发展来看 其实我在想你当年去选择读上学院 重新对自己原来的那个创业的项目 重新一些思考 做一些这个模式上的突破 看来你的这个初衷是达到了 我觉得很有用很有帮助啊 就像这个马老师 您同志大学对我们 就在这个创业馆中的帮助一样 我们其实作为一个创业的这个新手吧 其实对这个整个这个 我们不管组织的这个诊断 还是我们的这个员工的这种能力 还是这些这种人力资源的模型 其实我们也没有一个理论的这个架构 但是工作中呢 碰到了好多好多实际的困惑 所以同样道理 就像我们当时到商学院就发现说 哇 完全是不一样的格局和视野 第一个是从这个原来自己的行业出发 这个不同的这个商学院专业知识 不管是这个财务的人力的市场的 突然有了一个地方 把一个这种实战的经验 抽象成了理论的模型 然后有了案例的借鉴去思考 然后第二个层面上就是说 可以去看说 今天不仅我们关注我们这个行业 那最近的这些十年二十年 五十年一百年 中国的经济 全球经济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呢 可能在这里边我们那个不管做哪个行业 能够做哪些一样不一样的这个事情 所以这里边我觉得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这个收获吧 嗯 其实在说到这个商学院毕业以后那个创业啊 我也看到有人在讲到 Cindy呢 其实是在走过一段沙漠以后啊 有一个思考 然后呢 回来以后呢 决定了要创办了这个VIPKID 我想听听能不能讲讲那个 在哪走的沙漠呀 走了多少时间啊 当时是在这个沙漠上是怎么想的 这个新的这种创业的模式 那会是在跟这个商学院的同学们 也是一块去走的这个沙漠 隔壁也叫沙漠 对沙漠叫沙漠挑战赛 是商学院的亚沙赛 所以那时候特别巧 那个每个商学院派个团队 可能几十个团队 我们是其中一个 那么那个过程呢 就是三天大概一百多公里 然后这个沙漠呢 是要去翻越这个山丘的 所以在刚一进沙漠 开始走的第一天就来了个下马威 就那天在这个非常大的风沙 这个往前 这个风吹过来 就往前走都觉得阻力好大好大 刚出发的时候 我才这个人山人海 就是因为几十个队伍 每个队伍是几个二十个人 然后就感觉就在 在人里边缓缓地往前移 然后想要超过去 后来想说得到最终点的时候 还不一定什么情况呢 这个慢慢先往前走着吧 对然后再往前看 每一个补给站都发现 那个水离得好远 好像已经翻过一个山丘 就到了一个中间休息站 可以拿水了 又发现不对 好像还有隐藏的几个小山包 没有看到 还得再往前走 所以那个过程对我的影响 其实是挺大的 所以后来我想了想说 过去的那个少女女 做了那么多年 大概一三年的时候 已经十五年了 所以就是反正已经沙漠走这么久了 这个那只是一个新的 这个沙漠的领域 或者是一个新的征程 然后呢去去找那个绿洲 反正那个绿洲不知道在哪 然后也不知道这个行业里边 我们究竟能做 做什么样的一些 这个创新 这个想法也很简单 就是能不能找到 或者怎么找到 这个事情确实不是很确定 但是我想这个要出去 迈出这一步的勇气 总应该有 因为去之前 其实跟长江的这个教授 那个副院长刘靖教授 他是我的论文导老师 他就跟我说说 你既然这么困惑 这个语气不停地在想 对不如就尝尝看 试一试看 三天一百多公里的 这个沙漠之行 而且其实不断地前面 是在走啊 在探索一些未知的这种领域 所以说最后也促使你下了决心 在整个这个 上儿英语培训这个里边呢 也去探索了一个未知的领域 对很多人 很多是那一刻的勇气 就突然有了 对对对 真是特别有意思 当时13年创办这个公司 创业 大家都说创业最初的时候 是最难的时候 现在回想一下 当时创业之初的时候 你觉得什么东西是最难的 是说比如缺钱 还是说缺人 还是说缺用户 还是说自己觉得这个产品 打磨的还不够好 我觉得当时最难的事情就是 这个模式是要时间去验证的 就是真正的学习效果 我们怎么知道是好的 就是最近那个原则那本书 不是很火吗 那个瑞达德他说 我不在乎是不是我是对的 我更重要的是知道 这个东西什么是对的 但是最最重要的是 我如何知道这个东西就是对的 就是这个过程 其实对于一个新产品服务很重要 因为之前其实没有人在线上 给孩子们上过课 这个逻辑其实有点像 大家去做药的时候 就会去做这个一个 临床的实验的过程 但是做教育产品 好像之前很少有人 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第一年 最第一年零三个月吧 然后一年零五月 最难的事情就是要去 去真正把这个结果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其实跟家长们都讲说 我们是实验班 实验班 对 然后我们去 但是即使一开始 去做实验班的过程都很难 因为要跟家长去解释说 为什么要在线上学 线上怎么学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请家长到面前 我们去当面聊两个小时 这个去给孩子做一个测评 然后去让家长来展示给他看 说咱们现在两个办公室 还有一个小朋友在这儿 老师在那儿 然后我带着你来看 你看他们上课是这样的 对 所以家长就说 原来这样是真的可以的 才会让孩子们去上 所以这个过程 其实是把自己 心目中的产品服务的 这样一个规划和一个场景 就场景化了 孩子们都很喜欢 而且孩子们都会继续愿意去学 孩子们每天自己都要跟妈妈说 妈妈我要去上课 这个不要影响我上课 对对对 这个其实当时就是 商业模式都不确定 是大家的那个怎么样去尝试 我们很相信 但是99%的人 因为还没有做出来 大家也很正常说 我怎么能信 就你说你告诉我 你要盖一个很漂亮的房子 这个房子怎么怎么样 但是你没盖出来 你连图都还没有 所以这时候是一个过程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挑战的过程 其实Cindy现场说起来这几句话就过去了 我相信但那一年多应该还是挺难熬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现在还能想起来 当时有一些什么让你睡不着觉啊 就特别觉得过不去的坎儿 在这个过程里面 在第一开 刚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去哪找学生 这个特别难 这个后来就没办法 我们就用朋友圈了 这个特别好的工具 因为就从身边的同学 因为他们还是相信 做烧尔玉这个事情 做这么多年 找的孩子们很喜欢 所以推荐的这个方式 会愿意去试一试 但即使是这样 在我几千人的朋友圈里面 一开始只招了四个学生 第一期的实验班 四个 才四个啊 对 然后那个有一个是 我的联合创始人 陈元的好朋友的孩子 另外仨都是创新工厂的 这个高管的小孩 对 所以就是 这个是特别特别难的 而且这四个家长 就恨不得问了我们 每个人平均好几个小时的问题 然后去试了好多次 终于同意说 那我们就试试看吧 所以就这个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有挑战的 那我们很 感谢他们的勇气 对 当时什么都没有的 所以完全是 从头开始 我们一边上课 一边做课件 一边去 那会儿连网站都还没有呢 这个整个的过程 持续到这个15年 我们大概就 每个月招 十个学生 然后我自己就是那个 客服 公众号发的文章 上面留的是我的电话号码 有一天这个 我们发第二 第二期招募的时候 就突然 发现就是 因为第一期招募只有文字 很干嘛 第二期有视频了 那几个小朋友上课的视频 特别简单 但是我的电话就被打爆了 那个我们招十个学生说 来 来报了 来五十个人 来问 我要跟每一个 五十个人的每一个人去讲 到底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但是后来最终 差一点没招齐十个 因为转化率 我觉得还不够高 这个要去沟通 所以第一年最难的 其实就是 就是学生的这个过程 对 我们也知道 其实少儿的在线英语教学 有很多人 很多公司在做 这里边也有 老牌的做英语培训的公司 也有很多市场的新锐 那VIPK在这个市场领域里边 能够脱颖而出 其实我也想听听Cindy 你们觉得 除了先入这个模式的 先入者之外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因素 我觉得就是 先入这件事情 其实代表了我们产品的几个 七把打磨七 还有我们的这种 口碑的这种升温 还有这个国际化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 这个在过程中 其实我们把这个产品 就是做到我们能当时做到极致 然后再去开始招生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大的这个逻辑 产品先做好 然后再去想说 商业上怎么去发展 如果说这个 和别人的这个差异的话 我觉得在产品的层面上 还有几个特点吧 就第一个特点是说 我们在选这个老师的时候呢 我们就只用最高品质的 北美老师里边 最优秀的 最适合这个 线上教学的老师 在内容上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会去跟出版社合作 用很多的这个教材 但是我们同样也有一个 这个几百人的教材研发团队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第一天 就确立的一个原则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在线的这个体验 一定是和线下不一样的 那好 那这时候我们的内容 怎么去构建 我们怎么去让 这个我们这种内容 最让孩子们感兴趣啊 在线学习的效果最好 那这种同样的半个小时 25分钟 在线下和在线上 教的方式一定是不同的 那我们怎么去构建 这样的内容体系 而且教的是 非母语的小朋友 去学习这个 这种就是数学啊 科学啊 这个用 而且是用英语去学 这个过程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 差异化的这个点 最后呢 我觉得就是团队吧 对 那个前面的两个 一个是我们去发展的方式 打磨产品 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 选择更难的一条路 第三个就是团队 我们真正的聚焦在孩子身上 就是以孩子为中心 那这一点是深入到 我们的这个文化里面的 您看到我们的调查报告了 是吧 就是每一个人 都非常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真的是 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 孩子们的每堂课的体验 非常非常不一样 然后我们就想说 那未来的这个教育是怎么样的 新教育是怎么样的 我们怎么样去帮孩子们 去构建更好的 这个学习的效果和体验 所以这个是团队 很不一样的一个特点 我们也知道 其实VIP可以创业的 你也有几个很好的伙伴 大家也挺好奇的 想听听哈 你们这个几位联合的创始人 是怎么走在一起的 那现在呢 你们在公司呢 又是怎么样分工 你们几位之间呢 是怎么样沟通的 我们一共有 三个联合创始人 然后呢 我们一个呢 是叫做这个陈元 然后他是在负责我们 所有老师端的这些事情 另外一个人呢 叫张岳嘉 是个男生啊 叫Victor 不是女生 所以他是在负责我们 整个的这个运营 包括从学生这一端的市场 销售和服务 然后呢 也帮助这个陈元去做 老师端的这个 整个运营的工作 所以就是我们三个的分工呢 基本上是他们两个 就是我们日常的这种招生啊 服务啊 老师端 学生端的 日益的事情 对 然后呢 我这边的话呢 就是新的业务 然后包括我们的产品 叫内容什么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 其他的这些战略啊 什么这些事情 所以就是我们都 我觉得发挥了自己的这个特长嘛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 121语教育的背景 所以就是教什么 然后这个内容产品怎么去做 然后公司战略 然后包括这个 我们的这些这个团队的基础的 这个设施的构建 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很感兴趣 而且很喜欢去做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 就一起商量好 把这个CXO的这个 抬头都取消了 就别什么欧什么 也没有什么什么总 所以就是这个就特别开心 因为这时候发现说 哎世界变得更大了 我们这时候才能够有 能够去邀请到 更棒的人加入进来 对于创业家来说 还有一个话题啊 就是跟投资人的关系 VIPK的呢 经过了多轮的投资啊 其实Cindy 你也见过很多大盘的投资人了 其实对于投资人来说 可能不能不听他们的 也不能全听他们的 其实我想请Cindy谈谈呢 你跟投资者的这个相处之道 我觉得我们大方向上来讲呢 我相处特别好 是因为我们的投资人 基本都是家长 然后呢 从B轮开始 基本上都是先上来上课 然后呢 在投资 所以他大家都在一切 以学生为中心 这一点上达到共识的 特别好 对 但是先上了半年 然后这个就来投钱了 然后呢 而且我们在 就是整个的这个 几个投资人 他们都会对教育这个事情 是很有自己的这个 热情和这个感触的 我们后来跟这个 不管投资团队在腾讯 还是这个Martin和那个Dawson去聊 他们对教育好感兴趣啊 然后就恨不得自己拿钱 去做教育的工艺 然后呢 很希望通过技术 去驱动这样的一个变化 个性化的一个变化 那所以在这个点上 我就发现说 当我们有了 这样的投资人的时候 后边的事情 就变得好办了 涉及到这个具体的沟通 事情怎么做 因为在理念上是 大方向非常非常一致的 对 所以这时候呢 就是我们就去做更好的产品 然后同时 我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可能 比较倾向于这个 少承诺多干活 就是我们基本上 这个在这个 不管是对未来的预测 还是在这个什么事情上 我们都会希望 先做到再说 所以很多时候 就是有这种 你看你当年怎么 跟我们说的 这个和你做的差距这么大 做的好像好很多 超出了一天 对 我们也不知道 当时这个市场 因为很多时候 我觉得是因为市场 发展得更快了 然后呢 它是有一个市场的红利 在这儿的 也不一定是因为 我们就有多好 可能很多时候 是因为这个 的确更多的人在用了 就会让更多的人 愿意去用 而且整个 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 模式是老用户的推荐 占到我们的这个 新用户的 每个月的这个比例 是非常非常高的 从原来的这个 最早一开始 我们没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可能百分之十几二十 刚开始 没有什么学生的时候 然后到这个 现在都已经是 百分之六七十的样子了 这个其实是 非常好的 然后每一个用户呢 都他都信任 认可你这样 这个产品了 所以他再愿意去 传播去推荐 对 同样的 就对作为投资人 也是因为 他们都是我们的用户 他们就肯定 每天朋友圈里 很骄傲地在发说 我们小朋友怎么样 投的公司怎么样了 然后这时候 我觉得也是帮我们去 有更多的这个 他们的投资人的朋友们 这个来了解VIPK的 对 所以就是 这是一个口碑的过程 我觉得 从2017年开始呢 VIPK的开始了一个公益的活动 叫做北美教师进课堂 其实我们看到2017年呢 你们已经有上百所乡村的学校了 2018年定了目标呢 要进一千所这样的乡村学校 另外呢 我记得你曾经也去过 四川的一个县的小学 去跟他们那些孩子 一起帮他们做一个助教 跟那些孩子一起帮他们 连线北美的这个教师 能不能讲讲你当时去 这个小学里边的 那个课堂上的场景啊 和你讲讲为什么 这个VIPK的呢 会刚刚成立几年呢 就会这么样的注重 这个社会责任和热心公益 那天呢 去大英县石头村 然后正好是在 腾讯的一个活动 然后这个之前 然后去了 然后晚上去参加 那个腾讯的活动 那天早上 我们大概是 两点多到的那个机场 然后就开车到那个 到石头村的时候 可能已经差不多三点多了 然后这个 我们早上七点多 到了这个学校 然后一进这个校门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哇 这个学校的设施还行啊 就发现其实这个乡村学校 不完全都是我们想的那个样子 然后但是呢 在这个里边最缺的 这个其实是老师 然后这个校长就说 你看我们这个电子行教室 全都是灰 却没有人能教 不会用这东西 然后呢 我们刚刚这个 来了一个体育老师 他还能教唱歌 所以后来就 英语老师呢 就那么一两个 然后好像这个 这个真的教孩子们 口语什么的也不太 所以我们发现 真正我们要给孩子们 什么样的东西 是在教育公寓 可以做的这个事情 发现其实有可能是 帮助孩子们 找到最好的全世界老师 对 所以我们做这个 外教经科堂呢 就是让在这个大屏幕上 老师升临现场 然后这个老师可以去 跟孩子们产生一种 情感的连结 去教这个 二十个三十个小朋友 然后这小朋友们就发现 我问小朋友说 你觉得你那个老师怎么样 然后小朋友就跟我说说 老师们对我很好 就老师对我很好 我特别希望每次见到他 我们真正在共享的 教育公益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是有个 创新的机会的今天 就我原来是想说 企业责任 好像这个公益 得是公司老大规模了 才去做的一件事情 我发现在VIPA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有几万个老师 然后呢 我们其实是 可以去鼓励老师们 去为孩子们 创造一些价值的 而这时候 通过互联网的方式 大家就很简单 老师们可能每个月 花个几个小时 就能够帮助 几个班的 这个成年的一种成长 对 而且非常有意义 我觉得那些乡村孩子们 可能通过这样活动 能够对他一生的影响 和改变都很大的 是 就是其实 以学生为中心呢 也是你很多 最近很多场合 都在提这个 新教育这个概念 能不能这个讲一讲 你在你心目中 新教育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 想法和实践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 第一个是 我们教孩子们什么 然后第二个是 怎么样去教 那在教孩子们什么 这个事情上 我们认为 它是一个学习的启蒙 其实我们是 让孩子们都去 热爱学习 然后分享他们的 素质和能力 这样的话呢 在未来的这个世界里边 这些被 启迪和赋能的孩子们 会去启迪和赋能 新的他们所处的行业 或者领域 第二个呢 就是怎么教 那我觉得今天很幸运的是 我们在一个 数字化的时代 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更加 个性化的 去让孩子们 学习和成长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其实新教育 还强调两点 一点的 您说到了是 就是在教 教他们学语言的同时 也教他这个能力 和素质提高 培养兴趣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个性化 对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 尊重每一个人的 个性的问题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其实说到创新 我也注意到 今年二月份 美国的商业杂志 快公司 在评选这个 最具创新力的 全球 50家公司呢 我们VIPK的呢 也榜上有名啊 这次的榜单上 我们在中国榜单上 很开心的 在腾讯的后面 这个排到中国的第二名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创新 可能最核心的一点 还是说我们能不能吸引到 各行各业的这个 优秀的人才 来加入到这个 互联网教育的领域里面 去我们有的小伙伴 从一些公司来 他们说我要去消灭学区 我要去做很多 有意思的事情 加入到教育的行业里 所以也希望 看到节目的这个朋友们 帮我们多推荐人才 也欢迎这个自我推荐 好的好的 不要剪这段 好啊 那正好其实今天呢 在场也有一些这个观众 他们可能也有不少问题 想问问Sindy 看看哪位有问题 有请 刚刚听了您的分享 然后对于像我这样的 就是比较年轻的创业者来说 我觉得帮助还比较大 然后我这边也有一个问题 想我请教一下您 就是您创业这么拼 您的家庭 这边是如何兼顾呢 因为对于大多数的创业者来说 这两者是没有办法 很好的来协调 然后尤其是作为女性创业者来说 好像这边的问题 会更加的突出一些 然后我就想请问您 对于这点您是怎么看的 就是我们的管理团队 有可能一半都是女性 这个行业嘛 叫教育的行业 有一个案例是我们的一个 做用户运营的一个老师的小 她的小朋友们 她有两个小朋友 成胞胎 他们两个就经常鼓励她妈妈 说妈妈 你做的事情好棒哦 这个课特别好 我很喜欢 然后呢 我很为你骄傲 然后这个妈妈就每天工作到一两点 特别受鼓励 然后呢 她的先生帮她做夜宵 等她回家吃饭 就是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家庭 就不只是我自己的家庭 我觉得其实他们的这个付出都很多啊 不管孩子还是先生 当然太太也是一样的 就是 但这里边的最核心的点 我觉得就是 第一个是我们的家人 认同我们做的事情的使命 第二点呢 在行动上 其实 我自己就住在公司的楼下 这个每次都是不离开五分钟的距离 所以很方便很近 那生活其实可以去安排的很好 我每天还有一天一小时的健身的时间 早起一点少睡一点嘛 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说 我们自己要知道 这个想要什么 付出努力 一定不容易 但是也没什么好平衡的 就更重要的是说 我们真正的这个使命和愿景 和目标放在这的时候 要去就是达成这个目标 付出什么样的努力 而这个努力 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人的 可能确实是 我们在家庭上 会愿意帮我们一块去 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 看看还有哪位 来 有请 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然后我之前在那个知乎上 看到你回复一个网友的提问 一个公司的CEO 就是亲自回复一个网友的提问 只有你自己才能解决这些难题呢 还是说其他网友回答的 就是不足以让别人了解这个公司呢 就是我觉得我背后 我的团队是在支持我的 所以不是我自己一个人 每天那个回答的问题 解决的问题 大家是一块来做一个工作 但是对我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一定会在这个 不管是微信上 微博上 还是在LinkedIn上 在Facebook上 因为这是我直接去 跟用户接触的这个界面 而且我自己会特意地 去加很多的家长和老师们 在我的微信上 就有很多学生的这个家长 就我回这个用户的 这个微信的速度 永远比回投资的人快好多倍 因为我回不过来我会置顶 但是用户的 没有什么置顶的赶紧就马上回 但这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是 我自己的心和我自己的时间 第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用户的身上的 而且我们团队也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原则吧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看看还有哪位 来有请 就是孩子在学了那个新教育方式之后 在学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话 他这两者之间怎么融合 谢谢老师 很好的问题 今天其实我们都在谈素质教育了 就是中国的这种教育 我觉得不是 其实不能说它是应试教育 今天我觉得在整个的一个导向和未来的方向上 我们都是鼓励孩子们 怎么变成他们的素质和能力 未来这个在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是吧 那孩子们这个他们需要的 面对未来的这些技能和他们思考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VIP的这个课程体系里边 我们不是要帮孩子们去考试 我们是要帮他们去这个能搞定考试 可是他要去这个真的爱学感受 而且不仅爱学感受的是英文这个语言 而且呢是培养他的自信心 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小朋友们成为世界公民 让他们去代表这个中国 让全世界更了解中国 然后呢当然我们自己更了解世界 所以就这个整个的一个就是课程的体系本身是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能够帮助到今天 我们这一代的中国小朋友去更好的去学习和这个成长 而且和我们所谓传统的这个是是一个融合的过程 不是一个这个不是不是一个这个冲突的过程 好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的提问 也谢谢Cindy 那我们这个栏目呢还有一个固定的这个节目 叫CEO金句 我们想请呢这个Cindy呢 为我们留下一句话 这句话可能是你这个印象非常深的 对你触动特别大的 或者对你来说特别有感悟的一句话 Cindy呢为大家写的CEO金句呢是 Sky is the limit 天空才是极限 谢谢啊 谢谢Cindy 好谢谢 谢谢 那我们CEO来了这个栏目呢 还有一个节目 就是我们采访过的嘉宾呢 会给这一期的嘉宾呢 留一个问题 是美日优先的徐正 他留下的这个问题呢是 2018年呢 是中国的改革开放40年了 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一代的这个创业者 能为我们这个时代呢 留下些什么 想这个话这个问题呢 想听听Cindy你是怎么看的 OK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创业者很幸运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我们的就是国家在快速地去发展 然后呢全球的影响力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留下的是 要去不仅考虑中国 要考虑全世界 然后呢 不仅考虑今天的市场 而且要考虑我们所处行业的这个未来 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我觉得在我们在这个 VIP在的这个领域呢 是教育的领域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 有一家中国的公司 可以是一个属于全世界的 这个教育的公司 我们的用户不仅在中国 我们是不是能够服务 全世界的小朋友们 然后呢 我们做的事情不仅仅是 教孩子们语言文化知识 而且能够去帮助 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 包括教育公益的项目的 小朋友们的这些这个成长 然后呢我们今天去教孩子们的 是在20可能 2040年的时候 他们长大了 他们面临的未来的一个世界的情况下 我们让这个 就是这一代小朋友 让中国更了解世界 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对对对 让中国了解世界 让世界了解中国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其实WebKit的模式和你们的实践 也很好的践行了这个理念 那这样吧 不如呢 你这个再为我们的这个访谈的嘉宾 留一个问题 我们到时候呢 也看看他们怎么回答 因为这个 每一个想创业的人 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观众大学生 还有准备创业的 正在创业的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 学习和成长 那作为一个CEO 怎么样去学习和成长 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我想把这个问题 留给下一个嘉宾 好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这期节目 同时呢 也谢谢Cindy 接受我们的这个访谈 我相信通过今天的这个访谈呢 观众们可能会了解一个 不一样的Cindy 也会对VIPK的内容 更多的了解 那好 谢谢大家 腾讯的传统的这个礼物 送给Cindy 这是 大家知道腾讯的这个标志是企鹅 我们这个是有这个 中国文化的 刀马蛋的这个企鹅 刀马蛋 送给Cindy 谢谢 谢谢 Cindy和VIPK 越来越精彩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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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